今天给大家聊聊华人关注不多的 但其实在东区人民心目中地位比较高的一个区 它就是乌拉拉 我觉得这个区随着近五年的华人 从北区西区移过来的 可能是一个被相对忽略的一个区 但传统上来说 以Queen Street为首的乌拉拉 一直是一个商业政治各方面重要的地方 不说别的 看一眼 Double Bay到Vacluso这些区是属于哪个council的 足以说明这个区域在历史上的地位 那简单说呢 其实乌拉拉分为三块 一块就是从Google Park Buby Hill这边下来 东边这一片 这边呢是直连到Bondai Junction的 200多万就有一些不带车位的Torrents title 小Terrace 整体来说都是些小地 第二片呢就以Queen Street为首的这一附近 这一片呢就开始有稍微大一些的地 1000多万的房子也非常多 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几个点 第一个是离Queen Street的步行距离 步行的路程是否平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离Oxpress Street有多近 像太近的这Wallace在这边也一直不太吃香 那第三片都是我今天主要想聊聊的 稍微偏北边这一块 这一块呢相对来说打一些的地多一些 这Floaton上面有很多大使馆 灵使馆 足以说明这个位置是一个绝对的核心地段 我觉得这两年可能稍微被遗忘几个原因吧 第一放出来的房子实在是很少 因为本身房子就不多 大点的更少 然后第二点呢 我们现在华人这边看学校之后 脑子里基本都是定式的Double Bay 所以我发现最近很多专门在工区投资的自己翻盖改建的老外 开始把流光关注到了Wallroy附近 问了一些资讯人士 他们一直认为Wallroy在他们心中是可以和 比较比较Viu Victoria七名的一条街 然后这旁边几条街可能H Cliff Road稍微交动会多一些 上下学的时候比较堵 但是其他的像Rosland Virona还有Rosemont都有一些不错的大地的房子 当然H Cliff Road上有个别的一个大地的房子 也是价格非常坚挺的 拿Wallroy来说吧 你们简单可以看一下 他开车也就三四分钟就能到Biel Viu的商铺区 往上 往北走的话 直接就能到Double Bay穿Mining Road 往南走 也是两三分钟 就到达了Bonda Junction 五分钟 包括AS Camp 然后Biel Viu的Scotts Cranbrook就全到了开车 所以我觉得身边看Biel Viu的这些区域的好街的 屋房也开始把视野放宽一些 像当地的犹太还有老外 看一看乌拉尔比较顶级的几条街 确实可能有时候性价比还蛮高的 就拿这两天上市的9号Wallroy来说吧 这个房子业主大概是仰要2000左右 1246平米的地 而且这房子也够结实 里边整个进行一个翻新 里边现代外边带一些classic的感觉 应该还是很受欢迎的 而且院子非常的大 真是很难找 那话说说咱们简单看这房子 一进门 左手边右手边两个厅 我觉得右手边这个厅一直到厨房这两个墙是可以拆掉的 让它很开阔一些 这可能是老房子和新的一个区别 剩下的基本就是一些cosmetic装修了 就是地板呀 墙啊 刷一刷 整个氛围会很好 现在它这个formal dining 这边呢 出去是一个阳台啊 fresco 阳泳池 对这么一个大小的房子来说 这个娱乐区偏小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一块区呢 可以把泳池去掉 让它完全变成一块新的篮球场啊 或者活动区啊 或者就是一个烧烤区 把它的功能性变成整个一块地 然后这样的话呢 另一头 我觉得这个改造最精髓的一部分 就是现在整个这边有一个车道能开到院子里 然后两边还做了很多landscaping 这块其实占有了很多面积 我觉得可以完全去掉 可以想象一下 把这整块去掉一块 这个房子整个大院子的优势就完全突出出来了 地下的话呢 还有wine set了一个小storage 啊 这块作为一部分储藏啊 或者甚至做个桑拿呀 蒸汽房啊 然后再加一个酒窖也是很好的 楼上的话 可能得找设计师稍微整合一下 因为它现在有四个房间都是朝北的 还蛮好的 在尽量少冻的情况下 实现四房三位 楼上就完事了 所以这房子我觉得整体结构各方面都不错 拆几个墙 动几个墙 楼上什么 水管 洗手间稍微动一动 如果嫌房间不够的话 楼下family room这边啊 完全可以切出来一个房间 旁边正好有洗手间带淋浴的 变成一个五房 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装修 连印花税 所有东西全下来 可能2400打住了 那1246的地 现在在billville 像victorio这些街的话 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有点心动了 不如打开google map再看一下 这儿走到double bay walls 8分钟就走到了 所以说这房子整个整理好的话 我觉得潜力还是蛮大的 可以看也刚上市的这套 38-40 voloroyal 之前金刚狼住过几次的 那这个房子收拾的相对整齐一些 其实室内装修的还没那么的好 他现在是要3000多 也说明了这个街的潜力 这样的伍拉娃 你之前了解过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